來看一個抗議的消息 我們知道這個國土三河 這個放山 走山的事情發生了後來 我們讓一些大地的基隆 亂亂的這個 同地鄉親很煩惱 這樣一樣的事情 會發生在他們的心上 因為打算年代要擋港的 這個氣候說的亂亂漏暖 是沒有經過這個環境平高的 當然這個漏暖 還要來經過了破水的地質 所以他們今天就去交通報抗議 不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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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交通報門口 激人亂亂的基隆 大聲發出 他們沒有要去福光路的心聲 他們演出 行動局 考試這條十九年前 通過要去的道路 已經不符合現代輸求 像最近北里高七島路 都要發生早三以外 當地的基隆煩惱 以後沒有經過 環境的基福光路 也會發生在我們 我們非常的憤怒於一件事情 是說 這兩個案子基本上都好像 不受到環評法 事情細則的規範 既然之處原本起這條 基隆到福良的基隆公路 是要改善南北角 海華停車的問題 現在根本不停車 起這條路沒有效益 而且還會破壞環境 他沒有了解 全十九年都起不起來 現在有必要這麼快嗎 時空環境已經變了 已經不需要這條道路了 可是交通部仍質疑 要蓋一條快速的道路 穿山 然後切地 然後破壞溪流 破壞生態 這樣一路的這樣高架過去 雖然基民強烈抗議 不過交通部表示 基隆公路價位 載入寬評法 實際進行就已經通過 所以不可能會定做寬評 交通部也自身萬萬標示 他們完全這樣 惡家的地基條件 不會發生照相的災難 記者臨節目一句 豁載大報報道